2024最新惊悚电视剧《群星震撼》上线 本片和去年法国出品的《浩渺猎杀》有点相似 两部电视都是以国际空间站为背景展开 在瑞典北部一处荒凉的野外 乔带着女儿爱丽丝匆忙地来到了一座小屋 女儿在床前打开平板听起了睡前故事 而故事的讲述人就是在欧洲航天局工作的乔 安顿好女儿后 乔把一个神秘装置放到了屋外 这时远处的雪地里突然传来女儿的声音 乔赶紧回屋查看 可此时女儿正躺在床上进入了梦乡 那么外面呼喊自己的到底是谁呢 当乔再次来到屋外后 女儿的声音依旧从远处传来 时间回到五周前的国际空间站 今天这里将要进行一项重要的火箭推进实验 来自美国的保罗负责反应堆的调试工作 到目前为止整个项目进展非常顺利 在获得来自地面的启动指令后 保罗成功地激活了冷原子反应堆 但突然站内响起了急促的警报声 一个猛烈地撞击后 舱内瞬间失去了压力 保罗的手臂被残片狠狠地钉到了墙上 乔也被飞来的物品砸晕过去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又清醒地出现在了船舱 之后在地面的指挥和同伴的努力下 他们暂时控制住了局势 但此时保罗却因失血过多生命垂危 而美国宇航局似乎对人命表现得漠不关心 负责人亨利此刻更在意的是冷原子实验 其他成员国的代表都劝他执行撤离方案 但亨利坚持要让宇航员修复空间站 而这个危险的出舱任务也交给了乔 他来到破损的船体后 发现了明显的撞击缝迹 刺激供养系统也彻底被不明物体损坏 但最可怕的是撞击体竟然是一名宇航员 由于这里没有监控系统 所以恐怖的画面只有乔一人看到 他非常肯定这是一名女性苏联宇航员的尸体 听到这个消息的俄方代表爱玲一时脸色大变 与此同时舱内也在对保罗进行急救 但由于伤势过重他很快就领了盒饭 得知噩耗后地面指挥中心也做出了撤离的决定 但返回舱一次无法容纳所有人 而剩下的氧气也仅够一人存活 在这个大难临头的时刻 各国的宇航员顿时沉默 他们谁都不愿意留下来冒险 但乔却主动提出了殿后的请求 他不仅要修复好自己用来返回地球的逃生舱 还要面对45分钟一次的日夜交替 因为在没有阳光的这段时间 整个舱内处于停电状态 更可怕的是身旁还躺着同事的尸体 在没有太阳能的这段时间 他还把苏联宇航员的报告发回了指挥中心 与此同时 丈夫也和女儿从德国赶到了拜科努尔航天中心 但也就在此时地面与空间站的通讯彻底中断 女儿见此情形失落地跑出了指挥中心 爸爸在后面追了很久也没追上 而正在装配电池的桥也遇到了诡异的事情 船舱内突然传来一阵敲门的声音 当他靠近敲机声时 船舱竟然变成了房间 而那个声音就是从柜子里发出来的 柜门的把手上还挂着女儿的项链 乔深吸一口气准备打开查看 可一回头他又出现在了空间站内 同时电力也在此时恢复供应 就在他惊魂未定时 女儿的声音再次响起 他又出现在了瑞典的茫茫大雪中 黑夜中乔始终找不到女儿爱丽丝 于是他缓缓地返回到了小屋 在门口他发现时间在这一刻仿佛停顿了 而屋内的情形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当他来到二楼时刚才的衣柜再次出现 国际空间站正在进行冷原子实验 突然船体遭受到了不明物体的撞击 罪魁祸首竟然是太空中漂浮的一具尸体 而这具前苏联宇航员的尸体 到底是从何而来呢 留在空间站上后的乔又会遇到什么可怕的事情呢 欢迎收看惊悚美剧群星第二集 本集的开头乔终于在雪地中找到了女儿 在小屋里他准备给满身冻疮的女儿洗个热水澡 可突然他发现女儿正在床上睡觉 乔拿着灯上前仔细查看 然后透过镜子望向浴缸里的另外一个人 瞬间他头疼欲裂不知发生了什么 画面回到国际空间站这边 乔喘着粗气清醒了过来 他发现自己失去意识的时间长达几个小时 同时也认识到刚才发生的一切可能是幻觉 另一边美方代表亨利也赶到了哈萨格斯坦 他甚至调动了星舰和美国军方一起参与救援 但亨利这么做的目的只是为了冷原则反应堆 相较于改变世界的突破性实验 乔的生命在他眼里似乎只能排在第二位 而面对杳无音讯的母亲 爱丽丝则表现得十分冷静 他坚信聪明的妈妈能够平安归来 与此同时太空中乔正在抓紧修复逃生舱的工作 他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把电池拆解到逃生舱里 可突然一个面纱飘到了身后 而他正是用来盖住同伴尸体的布 乔下的赶紧查看绑在座位上的保罗 只见他正瞪大着眼睛看向自己 为了防止诈尸 他上前仔细倾听对方是否还有呼吸 在确认死透之后一颗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但在这种恐怖的环境下 他再也无法入眠 当空间站重新与太阳交汇时 电源也得到了恢复 乔又马不停蹄地开始了电池的拆卸工作 但可怕的事情又再次发生 他发现自己刚刚的录音里 竟然出现了保罗的声音 乔打着手电在舱内寻找声音的来源 突然他发现一只人手漂浮在空中 这正是保罗临死前断掉的手臂 此后他的精神一直处于高度紧张之中 好在电池也快安装完成 同时地面指挥中心也发来了留言 而内容的重点则是让他拿回冷原子反应堆 在完成这一切准备工作后 乔录下了对女儿和丈夫的遗言 并且把平板留在了空间站内 他知道这次盲匠的存活几率非常低 万一自己有什么不测 后人还可以把这段录音交给家人 与此同时地面指挥中心气氛凝重 记录空间站氧气用时的数字在大屏幕上归零 人们不得不接受这个悲痛的现实 俄方代表爱玲当众宣布了乔的死讯 另一边乔也按下了返回舱的弹射按钮 但很快就传来了警报声 系统告诉他一颗螺栓卡死导致无法发射 他赶紧拿出说明书查看解决办法 但内容却令他再次绝望 原来要排除故障需要两个人才能做到 而就在此时一个黑影出现在了返回舱的上方 几乎在同一时间警报也神奇地自动解除了 接着返回舱也缓缓地离开了主体 就当乔要暗自庆幸节后余生时 空间站那头突然出现了一个活人 乔摇了摇头强打精神 他认为是自己太累产生了幻觉 很快返回舱就穿过了大气层朝着地球急速坠落 由于是非常规降落 乔要承受超过平时数倍的重力 从他身边出血的尸体就可以看出 此时指挥中心也检测到了这个好消息 并且也成功地和乔取得了联系 而亨利此时依旧不忘询问反应堆是否带回 伴随着一声巨响返回舱安全的着陆在荒漠中 片刻之后乔打开了舱门 他大口地呼吸着久违的新鲜空气 忽然一只恶狼嘶哑咧嘴地堵在了门口 但一转眼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而此时大批救援部队也赶到了现场 这也意味着他终于安全地活了下来 亨利不出所料的第一时间拿走了反应堆 他看着电脑里面的数据有些颤抖 似乎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大秘密 在返程的直升机上乔紧紧地握着女儿的手 可转眼间机舱内就只剩下爱丽丝一人 他起身看向外面 刚才还热火朝天的救援现场也不知去向 而另一边的乔也看到了同样的场景 随着一阵巨大的机器轰鸣声过后 乔吃惊地发现女儿就坐在身边 他正用奇怪的眼神看着自己 最后画面又来到了瑞典的小屋里 乔因为找不到另一个爱丽丝情绪激动 同时他也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语言 接着就神色慌张地到外面拿起了反应堆 然后就踏上了寻找另一个爱丽丝的旅程 女人在地球上找到了绝对零度的地方 此刻时间和空间仿佛都按下了暂停 同时量子力学中最经典的理论也在他身上发生 他总是会看到一个柜子 柜门上的项链也似乎告诉他女儿就在里面 而他每次打开后就真的能看到女儿的身影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女儿的身上 他看到同伴在损坏自己的玩偶 可当他出面制止时又什么也没有 欢迎收看科幻烧脑美剧群星第三集 故事的开始还是在极寒的瑞典 爱丽丝跟着乔继续寻找另一个自己 他沿路留下了珠子作为标记 因为爱丽丝意识到眼前的女人可能不是自己的妈妈 另一边拜科努尔航天中心正在举行事故听证会 准确来说这更像是一场追责大会 现场回放了空间站爆炸瞬间的视频画面 瞧清楚地记得当时听到了刺耳的警报声 但其他三名宇航员却一致地失口否认 他们表示不但没有陨石或太空垃圾撞击前的预警 甚至事后查询系统也没有相关的记录 由于安全方面由美方负责 所以这个锅爱玲就扣到了美国的头上 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撞击物论证 乔非常肯定地告诉大家是一句干尸所为 从那一闪而过的猙獰面孔可以判断是个女人 并且还穿着60年代苏联的宇航服 此话一出现场立刻变得鸦雀无声 身为俄方的代表爱玲马上进行了反驳 她认为太空不可能会出现30多年前的干尸 况且自己国家从未有过宇航员死在太空 而发生这种不可思议的情况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乔把太空垃圾误认为是干尸 因为它出现过短暂的缺氧 很可能是压力过大导致的幻觉 在爱玲的一堆强有力的证据下 乔再怎么坚持也没人相信她的话 另一边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 有一名叫巴德的前宇航员 他和本剧的亨利都是同一人饰演 从宇航局退役后 他经常服用一种特殊的药物 这种药亨利还有爱玲都在使用 今天巴德受邀参加一场科技节目的访谈 主持人对他曾经登月的事实提出了质疑 因为当时就他一人活着回到了地球 而巴德的回忆录里又将此次事故一笔带过 这也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的遐想 现主持人提出如此尖锐的话题 巴德脸上露出了凶狠的表情 显然这是一个他不敢面对的伤疤 与此同时 乔在完成康复训练后拿到了医生开的药 这种红黄相间的药丸和亨利他们服用的一样 俄方医生只告诉他这是维生素 回到房间后 丈夫帮乔换下工作服 可突然间他就吻向了对方 丈夫被突如其来的爱意搞得有些不知所措 因为在这之前 他已经知道乔有了外遇 而且那个人就是他的上司 两人完事后 丈夫还意味深长地说道 这天乔和同事前去拜祭死去的保罗 在路上他又提起了空间站干尸的事 并且拿出了60年代苏联宇航员的照片给他们看 同事一眼就认出了年轻时的艾琳 她也是当时唯一的女性宇航员 难道空间站的女师是现任的俄方代表 这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 大家马上停止了这个天方夜谭的想法 另一边打扮妖娆的艾琳 敲开了亨利的房门 原来他们暗地里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 艾琳得知自己癌症晚期 所以这次来和亨利度过最后一个浪漫的夜晚 与此同时 巴德又找到了当众羞辱他的主持人 他委屈地告诉对方当年事故与自己无关 所有的责任都应该由亨利承担 通过他们的对话隐约可以知道 巴德和亨利之前在空间站 发生过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同时也给他们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 本集的最后画面又回到了瑞典的雪地中 艾丽丝也直接把自己的疑问告诉了乔 如果我不是 那么谁是你 什么你做到我的妈妈 还有他一定是他与其他人的心理阴影 富美 富美 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